过年期间很多人都会前往庙宇来求发财金来补财库 吉安的金财神宝殿承袭20年来的传统习俗 大年初四举办银财神活动 庙方也准备了千份的钱母还有千颗转运蛋 而乡客们也遵循防疫的规定来参拜 祈求财源广进生意兴隆 吉安金财神宝殿是花莲知名的求财圣地 今年受疫情影响 庙内结合传统祭仪以诚心祭拜取代 罗骨宣天喜迎财神的盛大庆典 县长徐真卫、立委傅坤奇 还有吉安厂长游淑珍都特别到场参加了祈福仪式 金财神善心协会创会理事长也是乡长游淑珍 他以拱手祝贺方式向大家拜年 他也期望在五路财神庇佑之下祝福大家和家安康 出世迎财神接财神 我们相信在去年的一整年 大家有太多的期望要跟我们财神爷爷说 我相信我们大家做好防疫 来做好努力认真工作 希望新的一年、今五年 祈求大家都能够平安、和家圆满 当然也祝福大家这个心想事成 最重要的还是各位年轻人都能够事业顺心 我们的孩子快乐成长 我们所有的长辈都能够适性安养 在财神園出世的这一天 我们希望众神菩萨保佑大家都能够健康 平安、顺心如意 公主戴士仪表示 金财神宝殿每年出世都会吸引上千人次参拜 今年特别小心谨慎地做好防疫措施 更祈求保佑疫情退去 带给各行百业兴旺财源滚滚 接着会讲相报道